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的唐伟新九段和韩国的罗玄九段 唐伟新九段也是咱们贵州的棋手 人送外号唐玄宗 因为他总是在大赛直播讲期的时候 发表一些他的看法或者是预测 所以得到了一个唐玄宗的称号 唐伟新九段也是咱们中国除了鼓励和柯杰之外 获得世界冠军次数最多的棋手之一 目前是三个世界冠军 非常厉害 然后这些年的去年的三星杯 是刚刚获得了一个冠军 那么这些年在这个围甲上也是一直是当刚这个队伍的主将啊 也这个多次在围甲上也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 那么这个罗玄九段的话 实际上是很早之前啊就已经是声明在外了 但是一直没有太出色的这个成绩啊 然后就是没有没有在这种大赛中有过一个全新的这种突破 但是这些年他好像又这个状态慢慢又上来了啊 前些年其实他一直是作为这种围仪的外援去参加咱们的围仪联赛 下了几年围仪联赛之后好像成绩又还可以啊 那么咱们现在又有围甲队来请他了 所以他这个今年又是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围甲啊 那个作为外援参加咱们的这个中国武器甲级联赛 那此番这个两位不算太年轻的棋手啊 这两位说实话说是老将的话有点过分啊 他们都才二十六七岁 但是呢在如今这个这个年代啊 这个十多岁的这个棋手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啊 所以他们这个二十多岁的棋手只能说是不算太年轻的棋手 好这两位棋手的碰撞到底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实战 好唐卫星九段直黑先行 这个 哎唐卫星这个二肩高跳 好像是这个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布局啊 搓小木二肩高跳 啊 这个自从这个AI出现之后啊 我其实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除了一些点三三啊一些这些小飞挂啊小飞之类的招法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这个雪崩好像的走法就已经已经几乎没有了啊几乎没有了 原因就是当白棋顶了班的时候黑的通常不会给你选择下雪崩啊 所以说你学什么大雪崩小雪崩以前学的这些都就都没有用了啊 这个漆黑漆就简单的一例 然后这个连续爬两下之后 这个局部就算是定型完成了啊 这个黑漆就不走了啊 AI觉得这个棋就是黑的已经可以了啊 黑的已经可以了 再加上这个实地与这种外势的抗衡 现在大家一般都喜欢下这个实地啊 很少有人会选择外势 所以这个顶了班就基本上就从这种大赛的旗幅上就看不到了啊 以前其实有一度非常流行啊 这个顶了班 尤其在这个错想梦的情况下 那黑的长的时候 白漆打完一虎也好 或者是打完手个脚什么的拆边啊 都有 一度真的是非常流行啊 后面发现这个棋顶了班 人家都是立的啊 以后就这个从此以后顶了班就绝迹江湖 大家都是班了啊 这个脱退顶势 对 脱退顶势也是现在这个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 基本上只要 你敢高挂啊 我就一定是脱啊 然后点脚 然后点脚 小飞 小飞 一般这个 当对手小飞的时候 作为黑旗这方很 很少会 主动那个 跟别人搞这个迷失飞刀啊 一般对手小飞的话 总觉得 嗯 对手有备而来算了 而且再加上这个局面 似乎这个真子方面 白旗也是比较有力的啊 所以 这个骑士就是标准的功夫骑啊 和这个 他的前辈 这个朴远逊是 几乎类似啊 当然可能在 这个 境界和功力方面 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啊 但是 戚风很像 就属于这种 稳稳的跟你 把这个关子一泡啊 看看今天这个唐伟信 要 怎么样去这个 打破这种平稳的局面啊 这个断 那断的时候 黑的一般也是 这两种下法 啊 要么就是 实战的这个吃 要么就单吃啊 这个 两种下法都 都很常见 啊 这样的话 就是抢一个先手 就不走了 那 比如说他现在觉得 这个很大 那就这里来 来一下 或者是 哎 干脆再来一个三三 这个都可以 实战黑的是 吃这个 那这也很常见 也是这个 点三三 套餐之一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棋就有点 就有 有学问了啊 这个时候 跟真子 就有点关系了 我们先看下这个真子啊 白棋能不能真掉黑棋 那真不掉 那真不掉 黑的就可以飞了啊 如果这个棋 大家记住 如果飞的时候 被白棋真掉的话 那这个棋 我们通常是不飞的 通常是不飞的 这个被真掉 是比较吃亏的啊 真完之后 下一步这个 靠 非常严厉啊 所以如果 黑的一旦 这个棋真子不利 那黑的怎么办呢 不能说是啊 真子不利 我这棋就完了啊 黑的还有办法 搬这个啊 强行把这颗子 救回来 那么白棋就会打了打 那然后 顶 黑的这个地方 注意要跳啊 速度比较快 然后白棋在之间 还得长一个 那这个图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 当黑棋真子不利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了一个变化啊 因为真子不利 没办法啊 这个 你不能说是 明知道不利 还让别人真掉你啊 这 这肯定不对 所以要搬一下 那下上这个 变化之后呢 特点就是 这个 这三颗子 将来到底怎么处理 就现在比较关键了啊 当然现在 马上动出 也是可以的 当然也可以不马上动啊 因为这三颗子 说实话 气了的话 也没有那么 也没有那么重要啊 所以可以 是可以气的 啊 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真子不利的变化啊 那么现在 黑棋既然真子有利 那一般我们就 没必要搬了啊 就 飞就可以了 这个实战这个 这个实战这个 也是 也是这个 飞的啊 然后紧接下来 这个拖一个 这个感觉是又是给对手上了个套餐啊 这个其实为什么要拖这个呢 其实很容易去分析和判断啊 如果因为你点三三 那这个棋 白棋一定是挡在这边的啊 一定是挡在这边 那么白的这个 接下来这个间隔就非常宽了啊 我们看 嗯 你不管拖也好 走什么 反正白棋就单退 啊 这样这个 白棋这个间隔是非常好的 这个配合 所以这个棋黑的就是要拖一个 那看看你怎么办 你要是搬里头呢 我就往外一长 哎 这个方向我顺势就 把你这个地方的这个潜力就给破坏了 那你要是搬这个呢 我长这个你方向就不好了 你如果挡 我从这边搬 那白棋如果这样长的话 这个方向就 就相当的糟糕了 因为黑的这个 我脱退定式之后 这个头是非常硬的啊 你这个一排后市 对着我这个一样 这样一个硬头就 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 那如果搬完之后 我选择立这个 那方向是好了啊 但是局部 是很亏的啊 这个下方 局部来说 这个黑的 这个太满意了啊 等于是我把 这个白棋的角 变成黑棋的角的一个下方 刚才还给大家介绍这个 雪崩 你看有点像这个雪崩啊 雪崩的一个变形 然后走完之后白棋立这个 这个 等于是这个 双方这个角的这个 就主导地位就 互换了啊 所以这个白棋也是不太满意的 所以这个拖 此时应该是 很容易想到的一手啊 那实战白子还是觉得 这个局部 还是不愿意亏损呢 局部不愿意亏损 所以 选择了这个搬里头 那这个黑棋的方向就很好了 然后一个 DX3 DX3 这个DX3也是这个 拖长之后的一个 也算是一个常规下法啊 以前我们都是先拐一下 再拆三 但后面发现这个拐一下真的是 太俗了啊 太损 因为白棋这个 如果白棋这个小飞 你拐一下是可以接受的 但白棋现在这个子还没有啊 你拐完之后人家 拐一拐这拆的太远了啊 有点损 所以 哎 后面就发现这个棋应该单拐三 那么等你如果打入进来 哎 我再拐 那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 合适的一个时机 那如果你压的话 我们就 搬起来啊 搬起来 那这两个子是 价值没那么大啊 是可以弃的 完全可以弃 因为白棋都立到这了 这本来下面就露着风 没有什么木啊 所以这两个子完全可以起 我们看实战 实战这个 哎 螺旋是 直接拖先了 那以后这个棋型啊 黑棋走的话 黑棋也是会 自尖一个啊 后中先 我比拐一个抢先手 肯定要好 看你自己不在哪 因为我肩到这之后 这个棋型是很结实的 拐完之后 说实话 这个形状 木和眼都是没有的啊 本来 这个白棋想进来 随时都可以进来 所以这个不拐 肯定是有好处的 与飞 B 这个油漆 我看到这个飞翔 这个棋难道不应该是冲断的吗 这个棋冲断的话 也有啊 也有 但问题是被这一挖 三个子你就只能气了啊 要不了了 因为你打吃的时候 黑棋一跑 我们刚才说过 这个真子是黑棋有力的 那我们看这个白棋 这三个子实在是没法去救了啊 救回来这个 被打成一个这种 很难看的形状啊 肯定是不舒服的 所以 一旦你选择冲断 这个三个子就交代了 那关键是交代完之后 这还前一段的 还得补 那白棋一般来说 这个冲断是不着急的 所以 不着急 因为你冲断完之后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效果 然后逼住这个 黑棋也是一逼 然后马上一脱退 这个脱退也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啊 因为你不脱 黑的可能就脱你了 那你就不舒服了 那当然白棋脱退的话 作为黑棋来说 应该是不会再走了啊 因为走的话 这个被白棋脱退就先手便宜了啊 那但是总的来说 这四步棋的交换 我们看 黑的肯定是已经得到了一些东西了 至于具体得到多少木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是说不清的 但是 你需要知道的就是黑的 肯定在这个地方 已经占到一点小便宜了 就这样就好 那这个时候 黑的又要脱陷了 然后一跳 把这个脚再守住 看来唐伟心 唐伟心今天这个 唐玄宗啊 头脑还是很清晰的 跟螺旋下 这个 反正实地先 先抢啊 你螺旋这个 攻击力不行啊 我这个棋不怕 其他的我都不怕 我只要怕实地先都给 该抢了都抢 然后这个飞一个 这个棋看到我 这个他们是在下象棋吗 这感觉是啊 这个不停的这个 小飞啊 马的这个斜飞 这个 这个棋型 说实话在 围棋比赛中 真的还是 不常见的啊 这样的这样的情况 双方都在不停的小飞 这个小飞是 完全不担心 这个白棋冲断啊 冲的话 他顺势冲 他是不太担心 但我觉得这样的话 白的是不是也能接受啊 这样的话 这个打进来 嗯 可能跟螺旋下 这个 他会心觉得 这个实地先拿住 总没毛病啊 这边打进来 再说 我在直辜 这样白棋唯一 不太满意的 就是这两招棋 很损啊 因为你一开始 如果就走成这样 你肯定不走这个 将来你直接进脚了 这个地方啊 各种各样的进脚手段 这个逼一下 是帮对方把脚给补实了 嗯 所以实战也是 白棋唯冲 自己扎了个钉 嗯 这个棋就是 当对手 这个吓得你不会的时候 你就容易出问题 我感觉这个扎钉 这部棋 肯定是个问题 这个时候白棋可能也应该脱线了 至于脱线走什么 倒是一个学问啊 可能该走这边还走这 这局部没什么好动的 因为 白棋很轻啊 很有弹性的一个情况 你扎钉在这里 你扎钉在这里 本身又没目 你威胁这个黑棋吧 这三个子随时都是死的 你也威胁不到 所以没有太多意义啊 这个扎钉我觉得肯定是个还手 实战这个黑棋并没有满足于吃三子啊 诶 唐玄宗这个是贴出 要求吃四子 这个就比较凶狠了 哇 今天这盘棋 他俩好像 比的就是谁更擅长小飞啊 这一个局部弄了好几个小飞 飞得很过瘾 但是我看的人觉得是 有点这个云里雾里的感觉啊 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拐 黑的这个时候肯定 不能这么去吃啊 大家注意 这样的话 这个白的这个形状包的也太厚了 这个再一打入进来 这要出大事情啊 这个了不得 所以这个一定是拐出来 没什么可想的 这个也其实也下的挺简明的啊 拐了压完就搬回去 出头的同时 这个 就把这三个子又吃了啊 我们看现在 其实这串交换白的肯定是不便宜的 这个 我们现在回头来再看白旗 这个三路这个扎钉 没有任何用处啊 这个 对黑旗的威胁显然是不存在了 自己呢 你说走好了吗 也没有走太好啊 随时打入进来 你也 你也拿他没办法啊 木也没有 所以 这个旗就是 螺旋 为什么这个 这么多年总是 很难出很好的成绩 还是跟他这个旗有点 怎么说呢 不够灵活 思路不够灵活啊 太局限 我觉得是 这个时候应该是大胆拖先啊 这个第一个 哇 螺旋 螺旋这个含氧是真的好啊 这个旗下完 下成这样之后 淡淡的一跳 哇 这个这个脾气真的太好 这太难受了 我觉得这部旗 这是 得有这个多少年的 这个功力 才能下出这部旗 让黑的飞 这个 这盘棋下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直黑的 唐玄宗同学 是顺风顺水啊 那他这个后半盘 去搅局翻盘这个功夫 这盘棋有可能用不上了啊 有可能是 要带着这个优势 进入到后半盘啊 去这个 去抵抗别人的翻盘 这半棋 这半棋现在这么看的话 形式以黑的下的 是非常非常流畅的啊 包括这两飞 就是这两步棋 它不一定就是绝对是好棋啊 但是这种棋 你下出来之后 对手一迷糊了 一犯晕了 他就开始出现失误了 就你看我们就诱发了 白棋的问题 这两步棋本身 有多妙也谈不上啊 但是 就是它就是 让你感觉到 不知道该怎么去对付的时候 像这样的棋 就是很厉害 我觉得 诱导对手犯错 飞针 其实我当时以为这个棋 黑棋飞完一定是逼这个 结果没想到 这又来了一下交换啊 这个 宣宗很厉害 因为这个点 现在是 目前很明显是棋盘上 这个最后一个大场吧 我们可以说算是大场啊 哇 然后这个螺旋是突然发力了啊 正常 我以为以他的气风 这个地方可能得守一下吧 其实这个地方守一下 现在也正常啊 因为这个走这个 被黑的一飞或者一点 我觉得这个形状 很不舒服啊 特别想点啊 但是点刚刚看了一下 白棋可以冲这个 似乎未必成立啊 未必成立 那如果小飞的话 其实小飞就很好了 这个形状 白棋得走啊 白棋不走 我再一个个歼你 这个形状就彻底就裂了啊 但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外头再一飞 这步棋我还是又不能支持啊 螺旋这个调子也得乱啊 现在 这个棋还是 老老实实地护一个吧 开始这步扎钉有点缓 但是呢 对于整盘棋来说啊 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棋手来说 还早得厉害啊 这步应该着急 实战 黑棋直接飞住啊 也可以 黑的这个地方一旦形成联络的话 这步打入就显得实在是 也在莫名其妙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没多少空 说实话 这步打入进来 它最大的用意 其实是为了分割黑棋这个字 你要说真围空的话 你就走这个黑的围这个 真围不了棋木器 你拥了这个挑二之后 这上面的潜力都不见得比这小 所以说这个打入本来是要去 分割这个字 让两块这个黑棋 但现在黑的要一飞要求联络啊 就很讨厌 你必须冲断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这么去弄一个的话 这黑的就随便了啊 这个随便补个断 很自由 这样黑的这个棋形就很舒展 这步高打就反而成了一个负担啊 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冲断 接下来这个 就到了比拼力量的时候了 对于这个冲断 我相信 唐伟星是很欢迎的啊 一跳一个 感觉这个棋 白棋作战还是有点勉强啊 因为这个地方二路你始终欠一手棋 你现在需要正常情况下 你这需要补一手的 但是你现在又不能补啊 你补的话 黑棋这一出来 你这两颗子又莫名其妙了 现在啊 这个分段 去分段黑棋 结果自己弄出两块不活的棋来 这很讨厌 所以现在是只能这手棋 只能先撑着啊 无论如何不能缩回去 强撑 然后这个唐伟星也是不着急动 他我觉得唐伟星在预谋着什么啊 这个地方他飞一下 他可能觉得他不是特别满意 先不着急 反正刚才也说了 这个棋 对于白棋来说是 无论如何是不能补回去的啊 这个补回去的话 外面 再让黑棋先动的话 这个 这个作战是没法占的啊 你这两下跳又不便宜啊 又亏了 所以现在白的是不可能补 所以黑的也不着急动 把它跳 黑的也是先出头 这个里头具体有什么招 我们先不着急啊 等外面弄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弄里面 现在先把头 走畅 然后这个白棋是 哇 这个冲一个 螺旋通知是突然发飙 这个冲断是不是成立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黑棋打这个 这个打它应该是计算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小尖 或者直接贴也可以 黑棋只有拐 这么看的话 也不见得成立啊 黑的直接挖吃都可以啊 打吃可能早早把其沾上了啊 这个地方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作战的时候 我们不能 不能那个什么 太讲究这种 手段的这个 直接啊 直接一点更好 你吃这个 感觉好像 比较有含氧 结果发现被人一沾上之后 死了啊 就挖吃 粗粗有力 因为现在 这个转换是不怕的啊 转换这白的 吃的全是杆子 这里头 全贵黑了 肯定不行 只能立一个 一个黑的一棋 那这个打结也不行啊 这结白的实在太重 可以的支撑好 有结材啊 这也不行 那这个棋本身 这个冲断 风险也是 你走这个的话 黑的也可以管啊 那这个螺旋 同志是在干什么呢 今天感觉了 螺旋这个棋下了就 整个这个就不带状态啊 从 早早的就 按理说 这个级别的棋手 刚下这么几步棋 现在可能六七十步 这个 就 不可能会这么着急啊 而且它的棋风又不是那种 很着急的棋 主要还是这个扎钉 嗯 这个扎钉 太缓啊 然后导致了这个局面 他可能觉得这三子被吃了之后不太好 这个加进来又着急了 啊 现在这个这个冲断 我觉得是 太太着急啊 先飞一飞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 现在也没有到 说是就要拼命的地步吧 黑的十四 三十三十五 四十五 四十五 我们几黑 白的十 二十 三十三十多 嗯 就说这个 这一串的战斗 如果抢到先手的话 白的还是 就是局面还是比较早的啊 如果被黑的抢到先手 黑的再把这个一粒 那这个实控方面 确实成点问题 白棋确实比较被动啊 但是这个冲断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传算啊 它完全没有算清 啊 黑的是直接拐的 那感觉这个漆白的马上就要崩了啊 哎 这里又出现了一点污酸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是这个 这个沾上之后 黑的死了 其实黑的不死啊 我突然发现 这个小尖尖很厉害啊 非常厉害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小尖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挖 如果下成这个图的话 那就是 千古奇案了啊 也不是奇案 这就一点搞笑了 其实 如果哪个顶尖选手 被吃成这个图的话 那就是 可能是这个 要被大家这个 笑一辈子了 这不太可能 这个连判死得太 此相太怪异 啊 这一小尖很厉害啊 那白的只能打这个 只能是这样 那这个图的话 黑棋就完全不会了啊 这样 这还两手截 就一手截 我觉得黑的也不会了 这打完就挖 就 就把截削了就完了 这都不用动脑了 你找什么 我就削了 就结束了 这个截基本上 啊 顶准 而且甚至我还可以再印 这里头还两手截啊 这个完全不会了 啊 这个棋 我已经嗅到了这个 崩盘的节奏啊 这个没想到 唐伟欣今天 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啊 本来他肯定想着 跟螺旋下的话 肯定是要费一点脑筋的啊 怎么样把这个局面去搞乱 结果没想到 这个螺旋是自投螺网 啊 送上门来 对打 反打 对刚才他为什么要反打 不好意思 大家 这打的时候直接立就行了 连打结都没有 这顶不住气啊 直接拐了扑死 所以他只能反打 他要下 下成刚才那个打结 其实这个时候 黑的即使啊 我是说即使提回去 这白的也亏多了啊 黑的就这样做活的话 黑的也 白的也亏多了 但是 既然有这种 一举击溃敌人的机会 这个 我们的唐玄宗怎么会错过呢 嗯 果然是下成这个 很惨烈的这个打结图了啊 嗯 那这个 下成这个变化 这盘旗 好像十分的困难啊 找不出 找 我拼命的想给这个白旗 找一条这个 不能说是 救赎的路线吧 这是怎么说 可以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啊 不要死这么快 但好像是 无能威力啊 这个地方 他当时其实 这个别长的话 但是 不知道这地方螺旋是出现一个什么误算啊 他可能 跟我刚才跟你们讲的这个 也 误算有点像啊 他可能以为黑旗这个地方 也是只能挖持的啊 他可能觉得挖持还能下啊 挖持还能下 挖持的确是很 还能下啊 因为这个 黑的结材 只有一个 我突然发现 正要下成这个图的话 还真是挺不一定 这个打结 还真不见得 拿得住这个白旗 我也就 我觉得螺旋 可能也是有这个 这个误算啊 大概有这个误算 确实没有结 这个旗 你不管 你这边找 也是一颗结 因为白旗这个旗过来带响呢 很讨厌啊 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误算啊 哎 想着这个旗还 我的冲段还挺厉害的啊 结果没想到 这一打吃 这盘旗已经输出去 一大半了啊 不敢说百分之百输的话 已经一大半输出去 实战是 打结肯定不行啊 刚才说了 现在就是 哎 现在这个螺旋 有点醒悟了 我感觉是 他在想怎么样 拉长一点 拉长一点 战线啊 因为你想 你下这种 违甲联赛 咱们是 四对四啊 这个队友还在那 刚刚可能布了个局 这边你不能说是 就草草就受兵了啊 这个不仅自己输了 而且这个 极容易影响队伍的士气啊 非常对不起你的队友 所以我们一般下团体赛的时候 甚至会比下 个人比赛的时候 更加的认真啊 更加谨慎应该说 因为我可以 这般就可以输 因为输赢是 自己是控制不了的 那我可以下不过对手 那但是我要把战线 最起码要拉长 不要 因为我的这个势力 影响了队友的士气啊 导致了这个队伍最后失败 这样是比较可怕 他现在希望的是 这个玄宗回头啊 他拉长战线 亏肯定是亏了 这个脚全变成黑气的 但是这个玄宗肯定是 不会放过他了啊 这个地方 搞事情 这个事情 他不好搞啊 主要是这个事情 一挖吃怎么弄 力也不力一下 这个气 直接吃上来 他是希望这个解体完 这还有个铺啊 这所以就先不力 然后黑的是直接 还是直接干截 然后一压 这个真的是很非常非常凶狠啊 这下法 直接要你命 正常其实沾上 的话啊 沾上的话不一定 这个不能沾啊 这个沾是个 是个错觉啊 这个人家可以先立一下 我本来以为沾了先手度 我觉得也很舒服啊 发现被人立吧 再沾这个 这个可能要逆转啊 这个气 干截 这个压的结材实在是太顺手了啊 一双 然后一提 白棋 白棋结材还是有一点的啊 这个黑的也不能消结 现在 消结吃了 这个外面 好像是吃不住的样子 吃不住 如果能吃住的话 其实消结很简密 如果假设这一尖是 能够吃住白棋的话 因为黑的下面 气还是挺长的 我们看 还气还挺长的 但问题是白的这虎 就打出来 你可能吃不住它 可能吃不住 白的可能能沿 沿不少气这个地方 这还有短啊 这个根本就吃不住 这一靠要靠住去了 刚才提在这里 假设就不提 这个提在这 这样杀 123456啊 很激烈这样 这样杀的很激烈 黑系也不见得不行 但这个时候 就像刚刚我分析的啊 这个这盘气已经 一大部分都 这个装到这个 黑系的口袋里了啊 已经 这个时候黑的 绝对是不愿意冒险 不愿意冒险 所以黑的还是硬阶 这个肯定是最稳的 因为这个阶 即使打输了 黑的里头吃掉的话 黑的也没有什么损失啊 啊 粘上 这个计算力啊 这个棋就是说 黑的粘完再尖 紧白的一气啊 是不是不太一样 粘完再尖 白的没有办法了 白的现在 只能 脱线了 这个必须把这个结粘上 不然你走别的 一提结 这回是真没结了啊 这回真没结 这回只能去 往这儿谱了 这肯定不行 所以现在白的这不 中间 死不死 那也由不得它了啊 这个玄宗也是 该占的便宜 就是全部都占掉啊 非常狠 这以后打还先手 之后一尖 这个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对杀 那这个对杀 黑的就比刚才实在是好太多了啊 因为 现在黑的只要 把白棋这个封进去就可以了 它没有必要说是要控制你的棋 因为我们看这里头还有打结 因为白的现在 这几个子跟这块杀是杀不动的 白的局部最佳就扑了打 那这个黑的气就长了去了 这还有个两手机 那这个白的还一下消不掉啊 所以这个地方黑的气聚长 所以现在黑的只要把外面封住 就比赛就结束了啊 看一下 这个螺旋同志最后的顽强 这半棋是这个 我们这些天来看这些棋以来 最没有悬念的一盘啊 这个 很少 现在说实话 现在下棋这个很难会遇到这种棋 不像在 就是我十多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啊 我刚刚进入职业不久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大家这个水平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啊 如果 普通职业棋手 遇上顶尖职业棋手的话 确实容易溃败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因为有了AI之后 大家这种信息互通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啊 那顶尖高手也得跟AI学 那么你普通职业棋手也是跟AI学啊 那无非就在于这个天赋上的差异 那么可能顶尖棋手 能成为顶尖棋手的天赋 他可能理解的更好一些啊 他会强一点 但是这种强的话 就不会是说是在短短的 即时手或者上白手能体现出来的 那这盘棋真的是 才下这么几手 已经是好像没什么旧了 我感觉已经是 那这下打 为什么不打掉 还保留做节 哇这个太狠了啊 唐玄棋真的是 这个时候 白的如果去铺结的话 这个就黑的就是 黑的预想图啊 这个两手结 反正他不怕 这个时候 这个螺旋是上招了 一路的妙手 我们看看有没有用啊 关键是 别整个假妙手啊 这不其实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如果你靠啊 假设 黑的最最重计的下方 应该就是靠 那么他一团 一吃 我们先看一下 黑的最重计的下方 那么他一断 这样的话 他这个情况 就大幅的好转啊 这样他这个情况 大幅 变成景气节了啊 而且景气节还 黑的还是带响的 那这个 这个一下 他局面又缓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 黑的还真是 不能松懈啊 看到对手这种 一路肩 这种非常规手段 我们来看看 黑的怎么办 其实黑的现在 最简单 挤一个的话 也还是缓期节 应该 白的只能吼 黑的 肩回来 等于是 这块跟这块啥 这个也是换好几期 感觉也不太行啊 这是最后的顽强 果然是挤的 最后的顽强 因为黑的现在 不肯走这个 这个本身也是 那个叫做什么 两手节 但是问题在于 白棋这白多了个子 因为刚才 白棋打下 他自己扑 现在变成你黑棋主动搬了 他这多了一个子 他一会消极的时候 他消到这 反正跟黑棋这边的死活 会有点 影响 所以黑的一定会挤这个 这个起来可以靠 这唐一轩总下得好 就直接 其实但是我觉得 其实肩也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白的延气 其实没有意义 当然靠更直接了 更好 只能吼 然后拐 然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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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是个缓几几几几啊 打吃 打吃 黑的定 缓一气 如果是黑的这样下的话 是只缓一气 只缓一气 只缓一气的话 我感觉白棋还能下 还能够战斗一下 但是实战 我们看黑的是 选择了优延气啊 这好像就有点 不太对头了 沿了一口气 沿了一口气 然后 白棋是打吃 然后重 白棋的想法是 希望你在这里补一个 那我这个卡这个 反正把中间弄回来一点吧 但是说实话 只弄回来也没没法下了 这个 这个将来 这个地方就是黑的很 很灵活啊 这个 黑的如果木不够了 黑的可以吃进来 打你 给你打缓几几几 黑的如果木够了 黑的就不走了 这就双活就完了 黑的也不可能死 也是不太行啊 因为这个将来 现在靠靠不住 靠被黑的一冲 它如果猴这个的话 被白棋 黑棋一爬 那也是这个问题 黑的先吼一个再说 以后这个 我想吃你就吃你 不想吃你就双活啊 这个 白棋这个控全美了 我们看这个地方 也是有点吓不太动 这地方还得爬 爬两下啊 不然还牵还没活进 所以实在是想捞点便宜 结果 这个玄棕是直接给你干截 一冲 然后 这个 这两步棋是 彻底的这个 击垮了这个螺旋 最后的这个心理防线啊 这不行了 这个直接崩了 螺旋当初这个爬没爬一下 如果爬一下的话 它肯定还要再下一会儿 结果这个实在是下不了了 你一粘人家一提 你只有这个结了 你再一打吃 然后一护 这个实在是死得太清楚了 你这拐要一提 整个都 整个都进去了 没有结 全盘找不到结 然后这个 这个如果再下 这样的棋 如果再 继续下的话 就有点这个 风度不足了啊 那这个棋 下到这里是 直接认输了 这盘棋 真的是说实话 真的是完全叫做一边倒 其实这也很 这盘棋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个 唐伟欣作为这种 三界的世界冠军啊 对上这个螺旋 这个可能世界大赛最好成绩 可能跟我一样的啊 就是四强 没有进过决赛 这个棋在这种 心理层面啊 还是有一点差别啊 这个拿过世界冠军 跟没拿过世界冠军 还是不一样 这个棋下起来 这个自信心又得不是太足 这个上来早早的这个 下出一个扎钉的一个问题手啊 其实 我们现在下棋的话 拿到白棋是非常好下的啊 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这近几年的比赛 拿着这个 黑棋好像都不怎么赢啊 基本上赢的其实都是白棋 那白棋是很好下的啊 但是他这个早早的 下出了这一步问题手 之后这个局面就有点落后 稍微的落后 但这个落后呢 其实对他们这个水平来说 我觉得还 没有造成这种根本的这种打击啊 最关键的是 这个时候这个冲断啊 这个 螺旋同志这个冲断实在是有点 太冲动啊 冲动是魔鬼 这个 很多时候我们下棋 形势不利啊 确实会会有一点着急 但是他也不能着急到这个地步啊 这个完全没有成酸啊 他这个地方 这个冲断是一种业余取手的行为 我觉得 这个明显人家一拐 你就要完蛋 这个时候确实可能不太好 就像我说的 这个时候他飞出来 飞出来 这个局面其实还很乱啊 因为这个木树上 其实双方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 当然将来这个地方很难受 他有一飞 不过目前他还扛得住 我当时看了一下 飞的时候他可以冲上这个啊 这两个是建核的 其实 黑的如果拐 那摆着跳 摆着这个角其实 还是蛮安全的啊 蛮安全的 那么你这个飞出去之后 这边对跑就好啊 黑的这个 这块棋也没有说是 活得很干净啊 这个时候局面还是有点乱的啊 当然形势肯定是不好 原因就是在于 这一手棋跟这一手棋的交换 我们看这手棋 其实到最后都 比赛结束 你都会发现这手棋 其实可有可无 但你说黑棋这手棋呢 那用处就很大了啊 跟后面这些 整个的这个作战都完全不一样 而且白棋这手棋 实际上是落了个后手的 黑棋就走了一串之后 白棋又回到这一个条啊 那这个时候 他觉得意识到形势不好了 他他有点着急 但是 而且他着急的方向也不对啊 我现在又发现这个地方 他要着急的话 他其实可以从这里扛 这个玄宗这一飞 其实也有点胆子大了啊 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对杀 不过这个对杀好像白的 确实是太危险了啊 这四颗子 好像要逃到这个黑的势力范围之内去了啊 可能这个这个拼命也不是太推荐 这个时候只能先稳住正脚啊 形势不好了怎么办 大家通过今天看完这盘棋 要学到一个就是形势不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着急啊 你就算像螺旋这样的 韩国也算是排名前20位的高手了啊 一着急的话 这个一冲断 然后被人一拐 就其实下到这里 这盘棋 这一步一走完之后 这盘棋其实就已经没有悬念了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不要说唐伟心啊 随便换一个人上去 他也很难再翻盘了这个白棋 今天这盘棋其实说实话 我比有点小失望啊 本来想看一下这个唐玄宗的这个大心脏啊 能不能就是在不利的局面下 怎么样去这个翻盘 结果没想到今天这个螺旋 实在太不争气了啊 这个唐玄宗是顺风顺水啊 完全是没有 没有还没有发挥出 他那个角局功力的 一点点的一个状态 就已经这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啊 我觉得他可能 自己下完都不适应啊 因为唐伟心经常下完期发个朋友圈 这番期下完 他都不发朋友圈了 显然这个 他自己都没下过瘾 好 那这个希望这个唐伟心 接这盘棋这个 找到他这个好的状态啊 能够在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那也希望螺旋这个 适隔多年重返中国 威胁甲鞋联赛 不要因为这样一盘脆败 而影响了他的心情 最终这盘棋 就是毫无悬念啊 这个唐伟心直黑 这个中盘战胜了螺旋 那螺旋今年是代表哪个队伍 还真正的搞不清楚啊 好 那这个题外话不多说了 今天的这个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